還記得昨天的音樂大挑戰嗎 昨天的音樂大挑戰是來自 Eric Clapton 的 Wonderful Tonight 然後經由我改變了以後 我把它變成了五拍的歌曲 那就像我們之前介紹過的 在有的時候我們會習慣 把它拆成小塊的來做組合 去感受它的律動 感受它的節拍 那不過五拍 它其實是比我們四拍再多了一拍而已 所以事實上你要數到五拍 去感受它五的循環 其實也不是不可以 所以有的人會直接數 1&2&3&4&5& 它會這個樣子去數拍子 那用小單位的方式 來感受這首歌曲的話 我比較像是用3&2的節拍 下去做組合 組合成五拍 去彈奏這首歌曲 所以你會聽到 這個樣子的節奏律動和彈奏 或者是你也可以數五拍 下去感受這首歌曲 1&2&3&4&5&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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這樣子你學會了嗎? 你還有聽過什麼樣子的歌曲 也有這種我們所謂的激素拍嗎? 歡迎在留言區留下你的答案給我知道喔 最後也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個禮拜見